比特币 也邀請了各相關的部會 包括金管會 內政部 中央銀行 我想我們會建議相關的機制 以避免它作為洗錢的 這樣的一個工具 比特币要怎麼管金管會主委 顧立雄說 目前討論方向可能採取實名制 掌握買家身份 而比特币實名制南韓今年才剛上路 和南韓市場的影響 或可能性暴力攻擊 南韓市場的影響 引導了南韓政府 提出一系列的測試 調整蠻銀行銀行 各國管制比一比 南韓發布實名制 禁止所有虛擬貨幣發行上市 同時對交易平台 徵收企業所得稅 而美國把虛擬資產視為證券 交易平台必須受政府監督 中國最嚴格不但禁止虛擬貨幣ICO 還關閉所有虛擬貨幣交易所 反觀日本 反其道而行 偶像歌手賣力唱跳 日本為了讓民眾更了解虛擬貨幣 推出同名女團 果然吸引目光 即使日本把虛擬貨幣視為合法交易工具 吃壽司可以用它付錢 日本政府還釋出營業執照 為了避免洗錢犯罪 也增設貨幣監管手掌 比特幣行動支付很方便 卻也可能變成犯罪工具 法務部聯手金管會跨部門 寄出管制令 預計年底定出遊戲規則 填補洗錢漏洞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